一般来说,黄金不仅有美观的作用,还有着抗氧化的功效,能够抑制人体产生的过氧化物以及自由基。 这样做就可以减少有害物质的侵袭,可以延缓衰老,让皮肤白白嫩嫩的。 并且从风水的角度去看,佩戴黄金首饰还可以辟邪转运。 但是风水大师说了,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带,有五种人千万不要带,不然这灾恶缠身会一直倒霉。 这第一类就是五行属金人不能带黄金,因为这类人本身就自带财气,而且气运很旺。 正如易经所说,钱为天,为玉为金。 易经认为,这类属相的人因禀天智,所以心胸宽广,富有远见,稳重自持,组织力强,有领导者素质。 还有易经所说,钱为君,钱为父,钱为首,大灾钱云,万物滋始乃统天。 所以,此类人大多宽额,有将相风度,胸心广阔如天空。 他们大多阴阳偏于平衡,既不外向,也不内向,不卑不亢,态度适中。 因此,他们的性格独立,自强不息,自尊心也很强。 这种人能当官,也能够发财。 所以,一旦这个时候戴黄金了,就会有反效果。 黄金相当于钱财。 如果五行属金人,再佩戴一些黄金饰品,就属于火上浇油,火势过旺,物极必反。 本身具有的财气,就会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。 轻则资金流失,重则轻家荡产。 所以,五行属金人,最好不要佩戴黄金饰物,以免影响自身财运。 因为太过贪婪,只会一无所有。 第二类是五行属木人。 这类人自身蕴藏着健康之气,但金刻木。 如果五行属木人佩戴黄金,会造成健康之气紊乱, 进而影响到五行属木人的身体状况,非常不吉利。 佩戴时间越长,大大小小的疾病就都会不断找上门来, 生活难以继续,运气也大大折扣。 所以,五行属木人也不适合佩戴黄金, 容易给自己招来疾病,需要注意。 第三类,对金属过敏的人。 这类人是最不适合佩戴黄金的。 过敏反应不容小觑, 轻则出现皮肤问题,重则过敏死亡。 据调查,世上每一百万人, 就有一个人因为金属而导致过敏。 最常见的致敏金属是镍,珠宝也是主要的过敏源。 一旦发生过敏, 即可引起接触周围的皮肤红肿、 搔痒、躺黄水等接触性皮炎的表现。 在日常生活中, 含金制品中很多都包含了镍, 如硬币、各种合金制品、电镀物件、眼镜架、 金属质的手表带、皮带扣、人造首饰等等。 直接和皮肤接触都会让敏感的人出现过敏。 因此,如果本就对金属过敏还要佩戴黄金, 那只能是主动惹祸上身。 不仅大大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, 黄金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运势功效。 对佩戴者来说,百害而无一利。 所以,金属过敏的人一定不能抱着侥幸心理佩戴黄金, 要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。 第四类是视力障碍者。 如果有视力障碍患者的人, 是不适合佩戴黄金的。 视力有障碍的人, 大多肝脏有一定损伤。 如果在佩戴上一些黄金事物, 必定会造成肝脏的进一步受损, 身体受到更大的伤害。 不仅影响内脏, 视力可能也会不断出现问题。 因此, 对于视力障碍患者的人来说, 也是不能轻易佩戴黄金事物的, 否则会酿成不可估量的后果。 第五类就是运动员。 这类人也不适合佩戴黄金。 有这三个原因。 首先就是, 人的皮肤对重金属有一定吸引能力。 当然, 一般情况下, 这种吸引能力相当低。 因为在污染地区, 人对重金属的吸收主要通过呼吸和食道吸收。 但在较长时间范围内, 皮肤对重金属的吸收可能会达到一定数量。 其次是, 运动时大量出汗, 可能会促进重金属通过皮肤的吸收。 运动时大量出汗, 而人的汗液是一种弱酸性液体。 与中性的水相比, 这种弱酸性的汗液会促进重金属的溶解。 汗液中含有钠、钾、钙、铭等金属的盐。 盐溶液与纯水相比, 对金属的腐蚀性更强, 就会大大缩短黄金的使用寿命。 对自身运势来说也是不吉利的。 另外, 运动员在剧烈运动的过程中, 身体也会剧烈晃动, 手势很容易掉。 二、带金手势有什么讲究? 很多人佩戴金手势是为了展现自己的富裕和气质, 给人一种财大气粗的感觉。 但是如果不注重戴金手势的风水问题, 人们就很容易倒霉、沾染霉运。 因此, 戴金手势要注意的第一个, 就是要对金属手势进行保养清洗。 黄金手势一旦佩戴时间长的话, 会发现上面出现了污垢, 一定需要定时进行清洗, 妥善保管, 才可以让黄金饰品始终光亮如星, 延长黄金手势佩戴寿命。 黄金手势与其他珠宝手势一样, 只要沾上人体分泌的油脂和汗酸, 便会失去光亮。 因此, 佩戴的手势最好至少每个月清洗一次, 要让手势外表保持干净才行。 第二个, 最好戴在左手上。 有很多人在选择戴金镯子和金手链的时候, 都是不分左右手, 一般随心情戴。 实际上, 在珠宝首饰上面佩戴是很有讲究的。 首先, 按照咱们传统的说法, 左进右出。 所以, 黄金首饰是适合戴在左边的。 就从实际的角度来看, 手镯也适合戴在左手上。 一方面, 左手长得比右手好看, 所以戴在左手能够获得更好的装饰性。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, 黄金的手镯是应该戴在左手。 毕竟, 右手要经常地干活。 若是右手常戴黄金首饰, 很容易磨损。 佩戴在左手会是比较好的决定。 第三个是, 不要与护肤品接触。 黄金虽然不像白银那样会越戴越黑, 但是不可以和一些化学物质接触。 像很多女人经常会在手上涂抹一些护手霜。 护手霜里面有一些成分, 很容易和黄金的手势发生化学反应, 造成黄金手镯的腐蚀和氧化。 并且, 有很多的女人喜欢金银手势同戴, 把金手镯和银手镯一起戴在自己的手上。 这样真的是很错误的方法, 会导致手镯之间的磨损和腐蚀。 第四个要注意的是, 洗澡的时候不要戴。 我们平时在洗澡的时候, 没有取下黄金饰品的习惯, 觉得太麻烦了, 一般都会一直戴着, 也可能是忘记取了。 我们在洗澡的时候配戴黄金手势, 这个习惯很不好。 因为在洗澡的时候, 难免用到沐浴露、 洗发水等, 这些都比较润滑, 很容易使手势滑落, 特别是戒指。 戒指比较小, 掉地上再不小心掉进下水道就可惜了。 同样, 如果你带了去洗澡, 洗浴产品里的化学成分, 也对黄金饰品有害。 容易使手势表面变颜色, 变得没有光泽, 长时间对黄金的价值也会有影响。 随着时代的发展, 已经有越来越多人选择金饰。 除了对身体方面有好处, 戴黄金饰品的好处还表现在驱邪镇静方面。 常看到有些人给儿童佩戴黄金服、 黄金转运珠等等。 据说这样有保平安的作用, 特别是在本命年佩戴, 更能逢凶化吉。 也可以看出人们对黄金富裕的美好寓意。 因此, 在面对金手势时, 不该戴的不要戴, 要遵守相关的禁忌。 这样才会驱除身边的厄运, 自己也会越来越幸运。 但如果不重视, 很有可能会倒霉一生, 一定要小心了。 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